来了来了来了 这部漫画四我做漫画以来 看到最有意思的漫画了 竟然让我这个三十多岁的老男孩 通宵刷了一百画 这简直不是漫画 而是对现实真编实壁的艺术作品 让我不仅感叹 太感化了 赶紧分享给大家 男主傅一博 一个迷恋游戏的大学生 却意外得到了一个VR眼镜 这个VR眼镜牛批了 戴上之后直接进入异度空间 跟美女NPC领取任务 回到现实完成任务 只有一万起的天价将军 给女乘客意图不轨的出租车司机 虐待儿童的家政保姆 被考试学业压垮 还要打赏女主播的高通生 工骗女同学拍果照 去网贷的学生会副主席 被丈母娘天价彩礼 加垮的四十岁中年人 活着工作 而是在网络上网爆别人的啃老族 这些都是游戏的任务 玩家需要在现实中找到这些人 只要进行身体接触 就会进入异度空间 与他们的邪念进行战斗 而不同的人物目标 就会变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怪物 打败他们 就能使他们的恶念消失 痛哭流涕 痛改前非 变得纯真善良 充满爱 而在傅一博完成任务中 又结识了高富帅冷言 综艺冠军冷小雨 奸竞女选手李靖 还有两个神秘的外国人 而这些人 仅仅是亚洲取消队 而他们完成的任务 只是游戏的第一篇章 英雄降临 那么 哥斗亚眼睛 是不是就能飞黄腾达了呢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只要有一次任务失败 就会变成行尸走漏 灵魂被装入酒瓶中 成为神秘的游戏设计者的美酒 不做剧透 关注我 精彩内容 马上开始 故事开始 一个女扣瑟在茂密的树林里奔跑 显然她是在逃命 这是扮演的打击啊 就在女孩体力不支的时候 突然地面伸出了一只枯稿的手 抓住了女孩的腿 紧接着十几只枯手从地底伸了出来 彻底控制住了女孩 就在这时一只绿皮怪物从天而降 小猫咪 逮到你了 怪物一把抓向女孩 将女孩提起 放开我 女孩大叫 叫啊 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救你的 破喉咙 女孩话音刚落 只见一个绝世英雄从天而降 那是 那是 失传许久的 威力无比的 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只见这个男人口中默念 如 来 神 掌 一道手掌形状的火焰从天而降 造成巨大的爆炸 烟尘散去 只见绿颗怪物被深深地打入地底 女孩缓缓睁开眼睛 一搏 美琪 对不起我来晚了 傅一搏一搏一立在那里 女孩一把扑如傅一搏怀里放声大哭 一搏你坏 这么就才来 不过是你救了我 我无以为报 只得以身相许 我要给你生猴子 生一我猴子 女孩动情地说着 他俩互相对视 充满深情 一搏 美琪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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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打 睡床上傅一搏抱着枕头 喊着美琪 突然一道栅链响起 傅一搏惊醒过来 原来是做梦 青春期的大男孩大家都理解的 嘿嘿嘿嘿嘿 可恶啊 就差一步了 傅一搏还在回味着于女神的美梦 而在屋外 此时下起了大雨 所有人都打着伞 唯独一个紫色的身影曼悠悠地走着 紫色身影带着丫蛇帽 手里托着一个黑色的包裹 撞到人也不停下 对于路人的谩骂也置之不理 如果你走到他近前会发现 他皮肤枯搞 脸上已经没有了眼球 只剩下一双空洞的黑曲曲的眼眶 傅一博被惊雷吵醒 也睡不着了 索性玩游戏长长星 奈何运气太差 八连贵 从王者掉到青铜 猪骂一帮小学生 玩你妹啊 就在这时 一只枯搞的手按到了门铃上 谁啊 傅一博打开门 却发现空无一人 一低头竟然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箱子 静静地放在那里 宅男大学生傅一博 正在看青春修炼手册 却突然收到树干人送来的神秘包裹 可是他也没有买东西啊 而且包裹上面没有任何信息 傅一博打开包裹 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最新型VR虚拟游戏 试问哪个年轻人不喜欢玩游戏呢 傅一博迫不及待地戴上眼镜 据为己有 奇怪的是这个眼镜上没有充电口 也没有数据线 只有一个开关 暗动开关 红灯亮起 一行字出现在眼前 这不废话吗 确定 游戏开始 傅一博突然双脚离地 漂浮了起来 一道光圈扩散 一道光柱直通天空 傅一博消失不见 下一秒出现在一个传送阵当中 卧槽 这是什么鬼地方 就在傅一博惊讶之余 却发现四周一片黑暗只有一道光路 通向一扇安全门 傅一博向前走去 打开门 却看到酒吧把台一样的前台 还有一位职业装美女站在那里 美女开头 第一百灵一位玩家傅一博 欢迎来到怪物领域 此处是任务 我是你的接待员 你可以叫我百灵 傅一博一阵羞涩 这么漂亮的大姐姐竟然是自己的接待员 百灵解释 她是这款游戏的管理员 这就是VR游戏机中的游戏世界 百灵正要讲解游戏规则 却被一博打断 她现在很猛逼 这怎么可能 就像在做梦一般 百灵有些不快 你在质疑真实性 你过来 我来打消你的疑虑 一博走向前 什么办法 百灵一个大笔斗 直接打的一博旋转了180度平角 神经病 你打我干嘛 一博脸力克肿了起来 现在你还认为是做梦吗 一博惊讶 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也太刁了 这游戏是我梦寐以求的 百灵开始说游戏规则 一游戏开始除非通关 中途不得停止 2v2游戏机不能以任何形式 转让给其他人 否则后果自负 负一博问也没问有什么后果 就敲着桌子迫不及待地开始游戏 怪物领域由四个章节组成 四大章节全部经历完即可通关 每个篇章都有特定时间限制 游戏时间和现实时间一致 在规定时间内 玩家可自行决定是否完成游戏任务 系统对此不做强制性要求 意思就是只要到了时间 玩家就会自动进入下一章 一博早已迫不及待了 百灵打了个响指 第一章开启 英雄降临 第一章任务的核心就是 讨伐拥有恶念之源 现在发布第一个讨伐对象的任务订单 一个长发尖脸的男人资料出现在屏幕上 任务马上开始 注意看 这个VR眼镜是最新型的游戏机 只要带上它进入游戏 就会穿越进一个一次元空间领取任务 而每个任务完成 就会得到真金白银 直接到账 负一博刚刚接到第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黑车司机 完成任务就能得到一瓦 任务目标的恶念越强难度越高 奖金也就越多 问清任务负一博扭头 就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的五个不同职业 拳法师 剑士 魔法师 召唤师 武器师 这是根据负一博的样子 模拟出来的五个不同职业的造型 这实在太酷了 负一博选了拳法师 这一直是他游戏的本命英雄 随后其他职业消失 只剩下拳法师 负一博走向拳法师 突然他全身都被白光包裹 NPC摆领一声 注入 白光消失 职业就注入了一博的大脑 战斗时可以使用相关技能和招式 负一博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做任务 随着百灵的手指看去 一扇门打开 一个黑色的漩涡显现出来 负一博试探性地伸出手 一道红色光圈爆发 一转眼负一博直接从墙面走了出来 低头一看却听到VR眼睛在响 负一博戴上眼睛 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点 你已激活地图导航系统 现在讨伐对象开始行动 原来红色的点代表的是讨伐目标 这时倒计时显示出来 限时一小时 这也太短了 而此时已经凌晨一点 负一博赶紧穿上外套准备出发 而在机场 此时一个拉着旅行箱 头戴口罩墨镜的女孩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随后搭上了任务目标的顺风车 负一博正在狂奔 看地图还以为挺近的 没想到距离这么远 而女孩上车之后直接睡着了 等女孩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顺风车来到了郊外的树林里 猫咪 你醒了 女孩一惊 这是哪里啊 我要去的是汉街 你把车停在树林里想干嘛 嘿嘿 我想干嘛 这得要问你咯 穿得这么性感 低胸超短裙 还有这双纤细的长腿 搞得这么风骚 百明是在勾引我吗 一路上看得我心痒痒的 司机伸手就摸向女孩 来 把墨镜和口罩给我去了 让老子瞧瞧你长啥样 女孩打开车门跑了出去 大喊救命 可是黑车司机却不担心 不紧不慢地下车 而傅一博此时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了 眼看着就要赶不上了 正着急一辆共享单车出现在眼前 哈哈 天主我也 登上单车傅一博风登起来 郊外 女孩还在狂奔 黑车司机紧随其后 小猫咪 可爱的小猫咪 再跑快一点啊 你跑得太慢了 我马上就要抓到你了 黑车司机直接扑了上去 将女孩扑倒 放了我吧 司机大哥 只要你肯放了我 我给你钱 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女孩想要破财免债 可没想到黑车司机贪得无业 那好我要你的钱 还要你的人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女孩大喊救命 嘿嘿 叫吧尽管叫 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的 原来这是荒废已久的养殖渔场 我认识警察局长 你最好立刻停手 否则 你就等着进监狱坐牢吧 司机一惊 没错 江城市警察局的邓局长 是我叔叔 知道怕了吧 还不快放了我 否则 女孩还没说完 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气死我了 我看着都气愤 哈哈 你这臭三八居然用警察来威胁我 老子要是怕坐牢 还会向你下手吗 你不是要报警吗 可以啊 待老子爽完 你去报个够 女孩大喊不要 奋力反抗 男子一见就要动促 不要 赏你几拳你就要了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 单车车轮直接撞在了男子脸上 傅一博停下车 总算赶上了 小姐姐 你没事吧 女孩赶紧向傅一博求救 这时黑车司机也站了起来 直接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向着一博就冲了过来 一博握住男人的手肘 两人开始决力 就在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两人脚下直接出现一个召唤症 两人迅速数字化 消失在原地 女孩子独自打车 千万不要在车上睡觉 这个黑车司机竟然把女乘客带到了郊外 意图不轨 接上级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傅一博及时赶到 用单车将男人撞飞 可黑车司机也不是好惹的 竟然掏出了水果刀 与傅一博对峙 就在两人接触的瞬间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两人竟然消失 出现在里易度空间 刚进入易度空间 NPC百灵就缓缓出现 从数字化变成有颜色的人 这里是玩家和讨伐目标的潜意识 存在的虚拟空间 此处没有时间的概念 只要分出胜负 就可以回到现世的肉体中 这游戏设定也太苦 毕博赶紧寻找黑车司机 回头却发现黑车司机 双眼通红看着自己 嘴里冒着黑烟 臭小子 我要把你给撕成两半 脸成肉酱 傅一博也来了兴致 来呀 我最讨厌你这种 对女生施暴的渣男 看小爷我用铁拳打抱你的狗头 两人对峙起来 可等了半天 也不见男人攻过来 就在傅一博疑惑时 黑车司机大吼清惊爆起 嘴里发出哑哑哑的恐怖声音 紧接着 从男人口中伸出了一双乌黑的手指 随后一双手臂伸了出来 毕博震惊赶紧去问百灵 没错呀 但是你没问我 他是人还是怪我 不多时 只见那双怪手撑开男人的皮囊 身体不停膨胀变大 黑车司机的恶念就要出来了 我掏 这就是黑车司机的恶念吗 从嘴里爬出来的出场方式 也太奇葩恶心了 只见一个女人形象的恶念 出现在眼前 身上还画着一条蛇 只见满是尖牙的恶念发出蛇吐性的声音 他身上的蛇竟然动了起来 张开了血盆大口 下一秒竟然从大蛇口中 钻出了黑车司机的脸 喂 百灵 这怪物的攻略等级确定是地统级的 负一搏不由的大惊 这地级怪物就如此害人吗 只见怪物足有两米八一 发出恐怖的声音 再逗我吧 感觉很不好对付 块头这么大 我这小身板干得过吗 负一搏不由的后退 臭小子想去哪呀 怪物不断向前 忽然舌头朝着一搏撞去 负一搏显之又显得跳出 只见一搏刚刚站立的地方碎石纷飞 可就在这时舌头喷出绿色的烟雾 我掏 有毒啊 黑黑毒蛇当然得有毒 不过 我的攻击方式可不只有这种哦 毒蛇不紧不慢地说着 话音刚落 女妖一下跳到了负一搏的身后 一搏抬头 我去 这女妖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 太大呀 只见女妖发出恐怖的七七声 排长就向着负一搏扇了过来 负一搏都傻了 见女妖手掌上来负一搏撒腿就跑 你妈 这还怎么玩啊 居然二打一 玩屁了 一搏赶紧向百灵求助 喂 百灵 这游戏不公平 不 系统设计很公平 只是你还没有变身罢了 哈 变身 负一搏竟然忘了变身 可是 怎么变身啊 就在这时女妖一拳打来 打到了负一搏腰上 负一搏硬挨一拳 一口老血喷出 横飞了出去 哈哈哈哈 臭小子 你再继续跑啊 卢蛇大笑起来 好 好痛 负一搏单手拍地爬了起来 我去 受了那大家伙一拳 我居然没挂 百灵提醒他看头 负一搏抬头 我去 血槽啊 竟然掉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之前我怎么没有发现这玩意儿 平常状态下角色血槽是隐藏的 只有当玩家遭受到损伤时 血槽才会显现 那么换言之 当我血量归零时 我也就败败 跑伐失败了 就在负一搏与百灵咨询时 卢蛇已经来到了他身后 小子你在干嘛 我们还没打完啊 负一搏按道一声糟了 卢蛇直接咬在了负一搏肩膀上 血条又掉了三分之一 负一搏疼得大叫 血条竟然变成了紫色 而且还在慢慢减少 没错 你中了我的蛇毒了 卫百灵 快叫我变身啊 我马上就要挂了 想要变成全术师 在心中默念我要战斗就可以了 啊 居然这么简单 可是怎么感觉好中二 毒蛇大笑 哈哈哈哈 小子 别垂死挣扎了 就算你变身也打不赢我 两只怪物发动了最后一击 女妖一秒钟打出了180群 烟雾纷飞 哈哈哈哈 被轰成渣了 就在毒蛇的一大笑时 烟雾散去 一道人影缓缓险气 什么 他居然没死 刚才真的好险的 差一点就挂了 只见负一搏已然变身 全尸状态开启 现在该我还击了 负一搏发动必杀剂 朝着女妖轰去 吸吸去把白吃 那只是我的分身而已 等你出完招 也刚好毒发而亡了 女妖奋力向负一搏抓去 刷刷刷 竟然没打中 负一搏消失不见 下一秒出现在了毒蛇粪 不断蓄力 子弹拳 搜搜搜搜 砰砰砰砰 一秒二百拳 直接将毒蛇脑袋打歪 吐出一口黑血 红上到下都是拳骨 随后女妖也倒了下来 喂为什么 你知道我 才是本体 让我想想哈 嗯 应该是 直觉 无形装差 最为致命 毒蛇吐血 这个黑车司机 上一秒还对女乘客图谋不回 下一秒就痛哭流涕 痛改前飞要去自首 接上级 负一搏头上的血条眼看就要见点 就在这危急时刻终于变身成功 进入战斗模式 一套子弹全KO 血腰阻弱 毒蛇和女妖迅速消失 负一搏走向百灵 讨伐任务完成 现在我可以回现实世界了吧 百灵却说还有一件事没做 原来是任务奖励 只见百灵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木头箱子出现 竟然是满箱的银币 这些银币可以购买游戏装备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在现实世界随意使用 真的假的呀 负一搏一脸惊讶 只见百灵打了一个响指 银币直接消失 直接出现在手机里 最后百灵不快地提醒负一搏 另外 我要强调一下 怪物领域不是一般的游戏 游戏里的所有设定 都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 以后请不要再质疑本游戏的真实性 说完就消失不见 负一搏身体也迅速数字化 回到现实 黑车司机一道灵光闪现 直接将刀丢掉 这家伙怎么了 只见黑车司机替泪横流 我错了 对不起 请原谅我吧 我不是人 我就是个禽兽 我伤害了很多无辜少女 男人直接跪跑 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不轨的原因 由于我一直找不到女友 所以每次出车时遇到美女就把吃不住 原来负一搏刚才在异度空间消灭的怪物 就是这家伙的恶念 恶念一旦驱除 他心中的善念就会觉醒 现在男人彻底变成了好人 男人爬到负一搏身边 抱住了他的腿 请你惩罚我吧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我没有惩罚你的资格 你该去问那位女孩 他才是受害者 男人赶紧向女孩爬去让女孩惩罚他 女孩却吓得不行 你别过来 我可不想脏了手 如果你真心悔过的话 那就立刻去警察局自首吧 男人如萌大赦 飞奔着去自首了 边跑边喊 我要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女孩一脸问候 不过终究是虚惊一场 负一搏见女孩衣衫不准 发光一样充满魅力 瞬间脸红 负一搏骑起自行车飞驰而去 等负一搏消失女孩才反应过来 观众老爷们 怪物领域已经更新到第六个视频了 有运营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漫画六集不报 基本就凉凉了 但是这个漫画我也很喜欢 所以最少会更新到十二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方便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多评论点赞哦 一键三连对我们创作者很重要 如果数据好的话会持续更新哦 谢谢哦 一个可以赚真金白银的游戏 你玩不玩 就在昨天普通大学生负一搏 完成了游戏中的第一个任务时 他不敢相信余额中 竟然真的多了一万块 那岂不是说可以买各种手办 第二天负一搏来到大学 这三个人是负一搏的室友 刚刚他们正在聊最新的选秀节目 奇迹101 负一搏来到学校已经中午了 这让大家不得不佩服这个俏课王 负一搏得到好东西 就想在他们面前显摆显摆 把他们叫到了校园小树林 可是室友戴上却没有任何反应 就连负一搏戴上也没有任何反应 换来了室友的无情嘲讽 负一搏当然距离力争 可是室友扭头就走 就在负一搏紧追其后的时候 室友突然停下 那时 那时 那不是负一搏的梦中女神周美琪吗 而那个胖子正是学生的副主席 王安全 他们惊呼出声 却得到了女生温柔的提醒 那笑容仿佛天使一般 他们赶紧道歉 然后闪人 负一搏却陷入沉思 他已经喜欢美琪四年了 竟然连上大学都是追随他而来 可是至今他们都还没认识过 赶紧追上室友 晚上 大家都在宿舍 负一搏却打算将VR眼镜丢掉 可就在这个时候 VR眼镜却发出了响声 他赶紧来到没人的小树林 戴上眼镜瞬间消失 来到任务 却遇到了小罗莉女主播圆圆 他也是游戏玩家编号102 而负一搏正是101 这时百灵出现 负一搏正想问白天的事 百灵却说知道他要问什么 原来游戏眼镜只能在 所有者一人在场时才能运作 除非玩家死亡或者赠送给别人 圆圆却搭话傻子才会送给别人 而眼镜发出声音是有新的任务 圆圆也是刚完成第一个任务 两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接新任务 而百灵却说不及 在发布任务前 玩家要决定要不要购买武器 负一搏决定去买 而圆圆却觉得把钱花在游戏太可惜了 随后传送门打开 负一搏进入其中 就被琳琅满目的武器吸引住 这个好帅啊 这个也好酷啊 我喜欢这个 可是这几个都好贵 只得从这几个选 最后负一搏选了个最贵的 可是选完全套就消失了 负一搏赶紧来找百灵 原来在战斗时 全套自然会出现 公布第二个任务 负一搏的任务是 C级任务一个家政保姆 奖金竟然是15万 而圆圆的任务竟然是王安全 负一搏一件情敌 就想跟圆圆换一下任务 圆圆当然不同意 百灵也说系统是不允许交换任务的 负一搏还想距离力争 他很是担心美琪的安危 却被百灵警告 圆圆却说王胖子交给他 让一搏放心 也只能如此了 任务发布完毕 新一轮任务开始了 这个宝奴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容模模 仅仅是因为孩子哭闹打扰了自己看电视 就拿出了49号的绣花针 快到安全屋里躲一躲 或者埃特自己的好兄弟来帮忙 接上集 一个夫妻难得周末要去看场电影 就把宝宝交给宝母催额照顾 宝母对着女主人一脸和善 大包大懒说自己也很喜欢小宝 会照顾好小宝 可一转眼他就暴露了真面目 对着小宝一脸厌恶 还把腿撬到茶几上看起了苏大墙 就在这时小宝哭了起来 他抱起小宝大吼 让他不要哭了 小宝被吓得哭得更大声了 他竟然直接捂住了小宝的口底 还抵起了小宝的腿 将他的头进入水池里 小宝憋得满脸通红 不停地哭 最后竟然拿出了绣花针 扒开小宝的裤子 扎了下去 太残忍了 良心不会痛吗 小宝痛得大哭 没想到 就在这时女主人打开了门 原来是男主人临时有事 取消了看电影 女主人提前回来了 他一见宝母在虐待小宝 立刻大怒 喊宝母住手 大声质问 原来你是这样照顾我的孩子的吗 宝母还想解释 女主人却说 你当我瞎呀 我孩子的屁股都被你扎烂了 我要报警抓你 告你虐待婴儿 你这恶毒的女人 给我进监狱去吧 说完将宝母推到一边 去抱自己的宝宝 谁料 就在这时宝母从后面抓住了他的头发 一把将女主人拽倒 抱起了小宝恶毒的说 臭婆娘 你想要我坐牢是吧 行啊 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宝母挟持着小宝不让女主人接近 然后拿出了绣花针 威胁说要戳瞎小宝的眼睛 女主人赶紧说不报警了 只要把宝宝还给他什么都答应 一见女主人认损 宝母马上狮子大开口 要二十万 还要在客户回职单上 显示无故此吞 女主人一边安抚宝母不要激动 一边拿出纸笔写了起来 可就在宝母接过纸的时候 女人一把抓住了宝母的手 另一只手拽住了宝母的头发 两人拉扯起来 宝母立刻威胁女人 要把小宝扔地上踩死 女人不得不松手 可宝母直接将小宝扔到地上 掐上了女主人的脖子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你个贱女人不守信用 还想着把我送监狱 我不会让自己被警察抓的 老娘干脆弄死 你得了 宝母起了杀心 直接将女主人提了起来 女主人满脸边红双眼突出 眼看就要打过去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 傅一博突然出现 不要杀人啊 抓向了宝母的肩膀 两人一接触 一道白色光圈爆发 立刻进入异次元世界 一博还想劝大婶做个好 宝母却狡辩说他本来就是好人 是女主人小题大做 他只是在帮女人拐叫孩子 话不投机半句多 宝母立刻暴起 激起了一阵烟雾 烟雾散去 女宝母竟然变身成为一个 女服装的绿巨人 双手握紧绳子 勒着胸前的一个女傀儡娃娃 扬言要把傅一博无码分尸 傅一博也不是好惹 一声大吼 进入战斗模式 两人对峙起来 绿巨人却很拖大 让傅一博先攻过来 一博可不惯着他 怕个乱 D级怪我一招就秒了 这女人也就C级而已 直接抱起向女人冲去 只见女人勒紧身前的鬼娃 鬼娃咬紧牙关 青筋抱起 双眼突出 一招声波攻击发出 一博重招头晕眼花 绿巨人趁机一根什么东西攻了过来 正中目标 一博直接吐血倒地 血条竟然掉了一半 一博还没反应过来 扇一般的绿拳头就垂向了他 地面碎石乱飞 还好 傅一博显之又显的跳台 可接下来他惊奇地发现 那具拳竟然是从女仆群底发出 见傅一博发现 绿巨人也不藏着掖着 竟然二段变身 从群底伸出绿色巨手 我掏 竟然有四只巨手 而且每个手上都有不同的工具 正面攻击会被鬼娃的超声波攻击 得想断法绕后 给他致命一击 想到这里傅一博 冲刺了上去 满满的金币竟然是游戏的点力 你想不想要 但是想要得到这满满一箱金币 就要打败这个女仆怪物 你还敢不敢挑战 这个女仆怪物本体是一个宝姆 她的裙子底下还长着六只大手 而每个手上都拿着各种危险的工具 接上集 傅一博阴差阳错进入了游戏 现在正毫不畏惧冲击怪物 各种工具立刻向傅一博攻来 幸亏傅一博身手敏捷 堪堪躲过 可傅一博刚刚站定 一般手就打了过来 激起了一只烟雾 烟雾缓缓散去 竟然没打中 下一秒傅一博就出现在了怪物身后 子弹拳 一号子弹拳准备了怪物 一秒三不去 什么 怪物竟然毫发无损 这可是一博的绝招 只见女仆雷紧了鬼滑 发出了声波攻击 糟糕 傅一博直接被控制住 动不了了 随后重重摔倒在地 一博抬头一看惊讶发现 怪物的血条仅仅抬掉了四分之一 要知道子弹拳可是傅一博的必杀技 怪物无情嘲讽傅一博 让你瞧瞧什么抬角伤害 只见怪物举起了狼头 朝着倒地的傅一博砸去 傅一博一口老血喷出 血条直接见底 见傅一博还没有挂 怪物再次举起了菜刀 去死吧 这一击直接爆炸开来 可烟雾散去 傅一博竟然接住了这一刀 原来在最关键的时刻 傅一博成功召唤了新装备全套 大菜刀砍到了全套的 直接崩断 为什么这么强 原来是花了一碗才买到装备 就在傅一博暗自庆幸的时候 怪物又发起了进攻 傅一博趁机发起攻击 可刚跳到半空 鬼娃再次发动了声波攻击 傅一博一致 哈哈 蠢货 又动不了了吧 怪物得意大笑 没想到 下一秒 子弹拳 傅一博直接发动了子弹拳 配欧怪物 怪物到此还在疑惑 为什么他的声波攻击 对傅一博无效了呢 只见傅一博长呼口气 缓缓从耳朵里抛出了两颗小时 随着一声渴落 怪物缓缓消失 奖励宝箱随之出现 这次的奖励竟然是金帝 傅一博暗自庆幸 幸亏自己买了新装备 可是 糟了 小萝莉圆圆 没有买装备 而他的对手是C级目标四眼胖子 而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傅一博的脑海出现 得赶紧回现实世界 去找圆圆 喊楼浪漫吗 这个宅男大学生正在喊楼 是谁给他的勇气 可是当女神从身后走来时 他却躲了起来 连面都不敢见 真是耸了一批 接上级 傅一博消灭宝姆的恶念后 上一秒还抓着女人脖子的手 下一秒就松了开来 然后双膝跪地 痛哭流涕毁过自新 女人见宝姆这180度的态度 吓得不明足 宝姆还跪求女人惩罚自己 女人惊得满头冷汗 急忙询问傅一博 傅一博也没办法解释 只好说是良心发现了 这时女人才注意到娃娃大哭的小宝 急忙抱起小宝安慰 宝姆爬了过来 硬是让女人惩罚了 面对伤害过自己宝宝的人 女人表示 我不想再看到你 等一下我就报警抓你去警局 保姆也不反驳 也许进了监狱她才能心里舒服 就在这时 傅一博却突然说 等一下 在送她去警局之前 还有个事情让她 只见一只绣花针拿了出来 随后就是一声大喊 解决完这里的事 一博赶紧朝学校挡去 而在小萝莉圆圆这边 已经跟胖子副主席 进入了一次元空间 傅一博赶回宿舍 问明王安全的宿舍位置 直奔经济学院宿舍 一个吃棒棒糖的男人 走了出来 一博直接抓住了他的脖领 从男人口中得知 王安全跟一个漂亮妹子出走 这显然是美琪啊 而在一次元领域 圆圆与王胖子已经开战 胖子的变化体 竟然是个金胖子 武器竟然是金币 圆圆的剑已经被打断 血条仅剩了三分之一 眼看就要失败了 傅一博让男人 打电话给王胖子 可是却一直没人接 傅一博想到最后一个棒 脸突然就红了起来 一个大笔都打在自己脸上 傅一博 你的所惑 现在美琪很可能正身处危险之中 而你却在这犹豫不决 扭头就跑了出去 来到女生宿舍楼下 一博大吸口气直接大喊 周美琪 就在这时美琪同身后 一让豪车上下来 可傅一博直接躲了起来 这就是大学生的暗恋吗 哈哈哈哈 见美琪没事 一博刚松口气 就想起了圆圆 而此时 没有买新装备的圆圆 已经倒闭 血条见底 面对强大的金胖子 竟毫无还手之力 而金胖子也对圆圆 发起了最后引力 一声爆炸 圆圆失败 回到现实 王胖子索猴 控制着圆圆 突然 圆圆痛苦地大火了起来 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只见圆圆眼睛充血 牙齿脱落 皮肤干枯 双眼消失 王胖子怕招来人 赶紧让圆圆不要喊了 可圆圆一回头 已然变成了树干人 而在任务屋阵 此时 百灵正在擦拭着100号 102号瓶子 突然飞了出来 蓝色的液体凭空住 又收集了一个 102号灵魂 宅男傅一博 偶然得到一个 丧尸送来的神秘包裹 而包裹里有一个 最新款的VR眼镜 戴上他就能穿越进一款 叫做怪物领域的游戏中 在游戏中 只要完成 NPC百灵发布的讨伐任务 就能得到巨额赏金 直接打入手机余额中 那岂不是玩游戏 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你绝对想不到的是 任务失败 玩家就会变成丧尸 灵魂被装入酒瓶中 成为神秘人的食物 而傅一博至今 还不知道这个后果 接上集 傅一博得知圆圆 变成了丧尸 怒气冲冲地去问NPC百灵 圆圆任务失败怎么样了 而百灵却打起了太极 说圆圆的成败 与他有什么关系 他却说和圆圆是朋友 可圆圆与他才见了一面 好吧 那作为玩家 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圆圆是不是变成了丧尸 傅一博怒吼 这是从后面走来一个人 冷言 他可是本事的富二代 他竟然也是玩家 而且是99号 比傅一博还早 一博赶紧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言肯定了他的猜测 得知失败会变成活死人 再次不敢相信去问百灵 百灵却充满嘲讽的微笑 傅一博大怒 你为何一开始 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说着就一拳向百灵打去 就在拳头打到百灵面前试 一个透明防护罩突然出现 笑话 NPC本来就是无敌的设定 看无法伤害百灵 傅一博气愤的表示要退出游戏 好 那你就变成丧尸 去死吧 傅一博一下泄了气 无可奈何 这女人一开始就是为了让玩家上弓 才不把规则说完整 百灵却说并非如此 这也是游戏的一步 只要玩家仔细问 NPC就会告知 而在玩家收到包裹之前 玩家的命运就已经决定 也就是说性格决定命运 系统只会把包裹送到会玩游戏的人手中 而冷言不禁要问 这游戏的开发者是谁 百灵却说是谁 通关后会见到他 百灵再次确定傅一博是否要退出 一博头上进出汗珠 紧握拳头 然后一头就撞在了桌子上 事已至此 只能通关 狠狠地揍那个狗屁天神 欢迎来到真人游戏 怪物领域 游戏又加入了一个新玩家 103号邱小雨 她是快乐女生冠军 同时也是傅一博在第一次任务中 在黑车司机手中救下的妹子 一博一件是她 赶紧问小雨是不是第一次接任务 那样小雨还有不玩游戏的机会 很可惜秋小雨已经是第二次接任务 就在两人谈话的时候 NPC百灵却宣布要发布新的讨伐任务 百灵问三人是否购买武器 三人一乱 当然要买 如果不买就有可能任务失败变成僵尸 傻子才不买 进入传送门之前一博叮嘱小雨 一定要买目前能买的最贵的武器 这样才能最有可能完成任务 小雨却打趣道 那个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搞得傅一博一阵脸红 三人买好装备 开始分配任务 冷言的任务是B级任务 目标是一个白领中年人奖金400万 傅一博是B级任务一个高中生奖金300万 本来他是想去讨伐王安全的 看来王安全将会成为邱小雨的目标了 傅一博赶紧叮嘱小雨 小雨却信心满满 最后一博告诉小雨 回到现实后一定要打开手机定位 这样他才能完成任务后第一时间找到小雨 这时冷言却突然说 要他们完成任务后去咖啡店集合 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说完三人互相鼓励 回到现实 开启新一轮的任务